印尼四水渔民日前在外海打捞到一只7公尺长2吨重的金沙尸体 渔民本想切下它的肉售卖 不过在与当地政府部门协商之后决定将它埋葬 金沙是受保育动物被列为病危物种 10月14号一架巴西的小型飞机 罪毁在哥伦比亚运博山区 机上三名机主人员全部罹难 三名死者当时是在执行地理航拍任务 目前还不清楚失事原因 同样是意外事故 南非约翰内斯堡一座临时搭建的行人天桥 在14号突然坍塌 腰会经过车辆 造成至少两人死亡20多人受伤 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 到此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